各位Paisy 企业服装的朋友们 相信很多人已经用过我们订房系统了 有没有觉得很好用啊 那在用订房系统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疑问 想要问小帮手 那在这边呢 小帮手来问你解答 第一个是我们的代收转付收据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说 那那个代收转付收据那格 我到底要不要勾啊 好那我这边来告诉你哦 如果贵公司已经有跟我们配合 旅点的部分 就是旅游点数的部分的话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不用勾这选项了 因为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直接开给贵公司的服务会 好那但是如果你今天 你超过旅游点数的这个金额 有所谓自付额的部分呢 然后这个部分又刚好 你可能要拿给老婆来报账的话 那没有问题的 那你就可以帮我们勾 代收转付收据 那这个部分请他开 你老婆公司的抬头跟筒边 那让他去报账 这样就可以咯 那小帮手来为您解答一下 什么是代收转付收据 代收转付收据 其实呢 它就是用来 专门使用旅游业来报账来使用的 它跟统一发票有点不一样 就是如果你今天也是 去一个行程 那它势必就不会开给你统一发票 因为这是业态方面的不一样 那这个东西也不用 就不能拿来对讲 它只能拿来报账给公司使用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我们说 那我们公司呢 基本上有规定要三个同事一起同行 我们才可以认这笔旅游津贴 那要怎么办呢 好 那在我们订房系统里面啊 就是当然订购人 你就直接订购就没有问题了 你也可以刷卡 或是你也可以扣自己的旅点都OK 但是呢 请帮我们在备注的地方写上 另外两位同事的原编姓名 然后还有他们要扣的旅点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系统帮他处理咯 另外啊 有一些福利网会员 如果您今天呢 您想要用国民旅游卡 来刷我们的旅游行程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哦 那您帮我这样做 就是呢 您刷好您的行程之后 一定要帮我做一件事情 当然 你一定要先刷那张国民旅游卡嘛 那如果你不刷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那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就刷完之后 请在订单的客服系统那里 帮我回复给客服 就是您这一张 是用国民旅游卡来刷卡的 那我们就会 在行程的部分 帮您做登录 这样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